正常情况下我们出去买东西都会有讨价还价的过程 作为买家肯定是要把价格往下压的 然而在历史上却有这么一个人 当他遭遇海盗绑架被索要两亿赎金时 他却不同意 还声明自己至少值五亿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凯撒大帝 凯撒出生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的罗马 从小便是贵族子弟 公元前75年的一天 凯撒在前往罗德岛的途中被齐里启亚海盗绑架了 海盗绑人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赎金 他们向凯撒开出了两亿左右的赎金条件 但气定神仙的凯撒却哈哈大笑 他玩笑般直着海盗的鼻子 告诉他们自己至少值五亿 于是海盗们也从善如流的把赎金提高了 凯撒的随从返回罗马取钱 凯撒则留在海盗生活的地方 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惧怕 反而默默的把地形和海盗们的生活习惯摸得清清楚楚 后来随从将赎金交给了海盗 凯撒被释放 他离开前曾对海盗们说会将他们全部处死 只是并没有人相信 重获自由的凯撒立刻前往海域附近的米利都 租借船只并招募到五百人 然后就出海打海盗了 结果自然是大获全胜 还俘虏了350名海盗 凯撒下令把30名海盗头目全部钉死 兑现了自己离开时留下的诺言 这个超级大罕奸 亲家荡产也要给日本买两架飞机 81岁枪毙时还高呼这一辈子值了 他这样究竟是为了啥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往期风采中即可观看